这一段听说是国民党里面都不能说的秘密 据说当时蒋介石 拨战到台湾的时候 对于共产党也好 对于整个台湾内政也好 其实都没有什么能力 也没什么条件 当时是日本的白团帮他 训练相关的这个军队 才让蒋介石在台湾很稳定 而且当时这个白团 还是由日本人组成的 还帮蒋介石打823炮阵 我想请问 这段历史为什么我们都不太能够讲 是因为他非法吗 还是其实他像国民党真的还没有颜面 因为这段的历史 它是有一段很深的一个渊源 主要是日本是战败国 那你战败国你在 那我们的立场来讲 我们是战胜国 那怎么会是战败国 来帮战胜国的训练呢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而且你战败了以后 其实他的这个整个是被约束住的 日本政府也不会同意他的军人 来训练我们 就算是日本战败了 怎么会日本还有顾问团 跑来帮台湾的意思 应该锁在日本里面 对 没错 这就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可是这个不能说的秘密 其实现在已经慢慢 都有很多人知道了 我们在过去 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我们就接受所谓的 文武合一的教育训练 军训课程是不是 对 军训课程 男生是军训 女生是护理 是 那这个课程从哪来的 它就是一个军事的教育训练 所谓的文武合一 那就是从白团的军事指导过来 从当时蒋介石来台湾的时候 白团教的 对 这是一个军事训练 他重视是在训练 而不是在作战 训练 因为他是不能够去参与去作战 觉得像什么基本仪态 或者是说服装英勇怎么走 或是基本精神等等 精神力 就是提升你的精神力 因为蒋介石 他曾经在日本受过军事训练 虽然他没有拿到正式的一个学位 可是他看到日本人 这个武士道的一个精神 他是非常的欣赏的 而且日本人在战争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展现了他的这个勇敢的这一面 我这是毋庸置疑的 比如说他去打俄罗斯的时候 跟苏联的陆军大军在交战的时候 他还能够击退他们 这是什么 不是因为他的武器新 而是他的精神力够 武士道的意志 对 意志坚强 所以他想要让当时的中国人 有这样的一个意志 所以我们看到他推动了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 就是在学这样的武士道的一个精神 把它融进去 希望也能够变成一个规律的生活 然后来台湾以后 还有国民生活须知 这个好像都民国刚开始过来的时候就有 对 对 对 这些其实都是精神力的培养 也就是受到日本的这个影响的 那白团为什么叫白团 是因为他的这个重要的人物 叫白鸿亮 那他是不是姓白呢 当然不是 他是化名 这都是假名 对啊 日本人怎么会有白鸿亮这个名字 你不可能来到台湾 还取一个日本的名字 还化名 还用你的真名 对啊 那是违法的 违规的嘛 所以他每个人都有一个汉名 那带头的这个人叫做富田质量 他是这个刚春宁次所推荐给蒋介石 认为说这个人是很好的 可以去当作是日本的一个顾问团里面的一个核心的干部 由他来带动其他的人 那大概有多少人呢 白团的成员总共这样来来回回 有83位 所以这些人都是顾问 对 都是顾问 不是阿兵哥 不是 不是 而且他是训练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军事的成员 也不是训练阿兵哥 是训练军官的 也不是 训练军官的 那阿兵哥大概少数在旁边可以旁听 那他们的这个训练地方就在北投 他们住的地方就在北投 在北投温泉路144号 很多人还去那边去做一些考察 白团的来源 那白团的成员 其实到现在也差不多都凋零很多了 可是呢 也有这个记者是切而不舍的 就去包括日本 台湾去追踪 有很多可能还就在台湾 对 在去年的时候还曾经整理过一本 关于这个白团的这个专书出现 就是这部分的史料 慢慢慢慢的就浮现了 其实他还是不能说的东西 可是已经很多人在说 很多人都知道这段历史 慢慢的把它显现出来说 原来我们的这个军事训练里面 这个日本人还站着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那为什么会是日本人 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美国人 也是 其实后来德国人跟美国人也都有这个顾问团 来到台湾 所以当时不只是日本玩 还是有 后面陆陆续续 可是前期的时候为什么是日本 因为当时的美国不再支援中华民国了 他跟蒋介石之间是有很明显的冲突的 他还在选边到底我要去支持谁 最后他选边的结果是继续支持中华民国 因为爆发韩战 爆发韩战爆发以后 这个就是协助台湾这边就开始 有这个美军顾问团来 美军顾问团来一看就说 你们这边怎么那么多日本人 这是很容易分辨得出来的 开始说这样是不行的 你必须要做调整 所以白团的成员是从这个1949到1969 大概是20年的时间 在帮助我们做这种顾问的一个训练 那这个白鸿亮这个人 就富田直亮 就是白团的团长 他留得比较久 因为他后来所有人都回去了 只有他觉得他非常爱这块土地 续续续留10年的时间 后来他回国 回国没有多久之后就过世 所以白团的人有一种信念就是 我要帮助你 就是帮助你去防御台海的一些问题 甚至帮助你反攻大陆 他们连对反攻大陆都有做计划 只是这个计划后来没有被实行